好,那我把那个镜头打开 有 有吗?有看到我吗?是的,很好 讲话还清楚吗?还是风声会太大? OK 哈喽,大家好 为什么会看到如此憔悴的我呢? 是有一些美丽的插曲 我们今天呢,就是是Pen Online 就是台和一集线上台第十次的活动 也就是我们这一系列倒数第四次的活动 那为什么我会这么不专业的在火车站 在路特丹的火车站帮大家开场呢? 是因为我上礼拜其实 我今天原本是以为自己会在根特出发 然后抵达路特丹的家里 然后来参加这个活动 但其实我上礼拜去参加工作坊的城市 其实不在根特,而是在根客 所以我才会来不及回到家 完全在比利时的另外一边的城市 Anyway 我们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苏伟璇 也就是 他其实是呢,吹升这一系列 台和一集线上台的灵魂人物 也去年在封城的时候呢 我参加了警示伟璇 他的社群筷子共和国举办的一些读书会啊 还有线上聚会 才想到说 其实我也可以 我们可以做了一个 比较以艺术家为取向的线上平台 那之后呢 我就找了台和一集里面的文青 还有言廷一起把这个计划案做出来 也很幸运地有获得 就是国家文艺基金会的补助 那一般来说 大家参加过这个活动 都知道说 我们大概有分成三个部分 有让艺术家个人分享的开放工作室 也有就是 让艺术家们共同成长的一些 实战技能工作坊 最后呢 则是像今天一样的活动 今天这样子共享通讯的活动 韦璇他是记者媒体出身 现在在担任企业沟通管理顾问 然后刚刚有说到 他也是快速共和国的创办人 今天呢 韦璇会跟我们分享 他在组织社群平台的沟通经验 那韦璇他其实有准备一些 就是互动的小游戏 就是让我们可以 怎么说 让我们今天的那个 的分享有更多的火花 所以呢 我们会建议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最好是可以用电脑连结 然后等一下 我觉得他会给我们的QR Code 那个QR Code 你可以再用手机去扫描 然后一起参加 我还有什么漏掉的吗 哦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 照一下录的单 照录的单好了 我们会从自我介绍开始 然后一个一个往下点 就像贪食蛇这样子 这样子 所以大家虽然就是 在电脑荧幕后面 但是还是会有彼此 就是互相认识连结的感觉 OK 所以就由我先开始 我叫做方思友 四方型的方思文的思 自由的友 住在荷兰的陆斯坦六年了 但是住在荷兰十年了 那我是一个音乐家 说也是台合一级的成员的一份子 大概就是这样吧 我点下一个人咯 目前我是看不到名单啦 因为就是我的手机 是看到我自己 所以我点言听 那我就慢慢回家 看接近 我点下一个人咯 感谢观看 对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Rachel 然后这是Youcha 这是Kiwi 我们是一家三口一起来参加 所以一个萤幕三个名额 我们也住在路特丹 就发现今天来参加 好像很多人都住在路特丹 蛮有趣的 我们从 我们住在路特丹现在是一年 差不多一年 就是去年 前年底的时候 入住路特丹的 那我们也在荷兰 差不多十年了 那现在 就是在荷兰继续打拼 那顺便又 小宝又出生了 所以就觉得路特丹 越来越有加的感觉 很开心可以参加今天的活动 因为每次都看到 尾玄办很多活动 但没有听过尾玄分享 所以今天很好奇 听听尾玄的分享 谢谢 你要点下一位 下一个 我要点下一位 那我要点圣文 圣文在吗 我在 听得到吗 听得到 大家好 我叫圣文 然后我也住在荷兰 不过我不住在路特丹 我住在莱敦 然后我的名字是罗胜 文是维罗 然后胜是那个 作家吴胜的胜 文是文章的文 然后现在的工作 是做自由创作 然后那个愿望是种海带 然后就是 我偶尔也会在 台合一级帮一点忙 然后上次因为 就是参加台合一级的活动 就是发现我是那个 维旋的国中同学 大概这样子 然后下一位 看一下 我看不到名字 郁佳 郁佳在我旁边 那个荧幕上旁边 大家好 我是郁佳 然后我也住在路特丹 然后我现在住在路特丹三年 然后之前是在 我是住在乌特列治 然后我是 目前是在荷兰 从事平面设计 然后这是一个主要的工作 然后副药的工作是 做茶花 然后自己有自己的品牌 然后今天会来参加 这个活动 因为刚好今天早上看到 方思游在那个 在台湾人在荷兰 破了维旋的那个活动 就想到 刚好有空 赶快来听听看维旋要说什么 这个样子 好久不见维旋 就不见 对还很开心看到那个 Rachel的一家三口 好可爱哦 而且还看到 没有穿衣服的游戏 好 就这样 下一位是 惠玉吗 那个名字是 惠玉吗 嗨 我是惠玉 惠玉 听得到吗 听得到 我才 我在荷兰刚满一年 然后我最近刚毕业 我之前 我读的是 Erasmus Mundus Journalism 所以我去年 其实是住在丹麦 然后去年八月 在荷兰读第二年 然后我最近才刚毕业 然后我现在在一家 Fintech实习 然后会参加这场活动 是就是 我是慕伟璇的名来的 因为我跟台湾朋友 或中国朋友说 我之前在台湾是记者 然后我现在在做 communication 他们就会说 那你认识伟璇吗 然后我就说 哦 不认识 然后就今天看到 就是之前在社团有po文 然后就是终于看到 卢山真面目 很开心 就这样 谢谢你 感谢你来 谢谢大家 对啊 很开心见到大家 就老朋友 新朋友 能够一起在线上相聚 然后也要特别谢谢 台河一级的邀请 私友 还有燕婷 我之前也参加过 好几次你们的活动 然后就觉得也非常收获 非常丰富 然后很开心 这次有机会可以分享 那我来分享一下 我的简报 这样大家可以看得到吗 那这样看得到吗 可以 好 那我就继续 对啊 然后那个 粽子头 虽然端午节已经过了 中秋节快要来了 可是粽子头 是一个 我很喜欢的意象 然后也很谢谢私友 把它调出来 就是之前我在给私友一些 我准备这次简报的 input的时候 就是我一直觉得粽子头 是一个可以把大家串起来的东西 虽然它可能 它并不好吃 你在吃吃粽子的时候 完全不会想到粽子头 你只会吃粽子 可是呢 没有粽子头的话 粽子串不起来 所以我一直觉得粽子头 还是一个蛮重要的角色 那尤其是在现在新冠疫情之后 哎忽然发现 好像像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台河一级啊 或者是筷子共和国 还有像是Rachel的小册选书 它能够透过某一个平台把大家串在一起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今天我们就聊一聊筷子共和国是什么 然后疫情之下我们做了些什么 还有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个大平台 然后我想跟大家玩一下一个小游戏 就是请你像刚才是有说的 就是拿出你的手机 然后点一下 点一下这一个 这一个QR Code 对 可以吗 就是用你的 应该现在的手机 好像是只要开相机的那个功能 然后找这个QR Code 然后就可以进到这一个 这一个页面了 嗯 其实好像第一题刚才 我来看一下 有没有人进来了 可以吗 或者是也可以像上面这个 说得到www.menti.com 然后打入这个QR Code 3499-0315 应该就会在你的手机上看到 看到那个第一题 然后你放 然后就可以打一下 对 你可以打你在哪一个国家 或者是对你现在人在哪里 你在厕所 就是刚才 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有刚才 有有就是刚才有一个 摊食蛇自我介绍环节 所以大家好像有提到你现在在哪个城市 可是你也可以打说你现在人在哪呢 在厕所在 在沙发椅子上来等 都进来了吗 那好 应该大家 这就是大家的答案很有趣 我觉得大部分今天的人好像都在荷兰 然后有像延婷在在在台湾 好 那我们就 刚才那一题是暖身 然后下一题 从去年初到现在 你参加过几次线上活动 就是在整个新冠的影响之下 很多的活动原本应该都是在线下做交流 有很多实体面对面的机会 可是新冠好像让我们就是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改变 好像现在是十次以上是最多人 哇 好哦 好 感谢大家 可是我也是在疫情当中 疫情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么多的线上活动 然后也没有办过这么多的线上活动 可是就是在疫情之后 突然间所有事情都只能够在线上发生 对 然后所以就是先把故事倒回源头 为什么会有筷子共和国 我是2017年的时候来到荷兰的 那现在已经四年了 第一年来的时候就觉得就是对荷兰的整个状况非常的不满 因为我就是觉得天气这么差 食物这么难吃 交通费这么贵 然后反正就是有种种心灵上的不爽 那就还是很想念就是可以念台湾的书啊 然后跟讲中文啊 是一个比较像是家的一个感觉的地方 所以我就在来荷兰一年 2018年的时候就创了一个小社团 叫做筷子共和国 那为什么叫筷子 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在台湾 我们大家很习惯比方说你在去人家家里拜访 那到了饭点的时候人家也不会赶你走 就会说哎呀我们就是多双筷子 你就可以一起吃饭 所以你就只是多一双筷子 你就加入了这一个大家庭 加入了某一个社群里面 对然后我就很喜欢这个筷子的意象 那就把它命名做我们这个社团的名字 那就是以读书会起家 然后举办各种文化交流活动 那在海外的伙伴大家就是一起读读书 聊聊一文 吐吐苦水 还有想想家 我们就是在聚会的时候 有很多黑特合来的机会这样子 就觉得好像就是跟大家比一比 自己就觉得没有那么悲惨了 然后我们至今办过了很多 办过一些活动 都是从很小很小的一个idea一起 一起发想 然后也很谢谢有这么多的伙伴 一路陪着我们参加我们的活动 一直到现在 然后最早就是2018年的时候 刚成立 然后我们就想说 第一个活动是什么 那时候就是一点idea都没有 然后也没有很多资源 所以我想说反正就是大家来聊聊天 然后就来聊一聊 最早的活动就是聊一聊 应该是2018年 怀念2018年从人生列车下车的名人 那一年好像就是有像是金庸啊 然后还有一些名人离开 那其实每年好像最末年中 做一下这样的事情是一个蛮 我觉得算是蛮有缅怀的感觉 也是大家聚在一起有一点分享跟疗愈的作用 然后冬天的时候我觉得聊聊这个议题还蛮好的 所以就我们就一起做了这样子的第一次的活动 然后接下来我就开始挖我身边的所有人脉 我就想尽办法说 我到底有谁可以来给我们做一些有意思的分享 那我是念政大新闻系的 我那时候我有个同学叫做廖云洁 他去环游全世界 然后做一些很有趣的战地的报道 那我就我跟他也是大概十年没有什么联络了 但是因为实在是很希望能够听听他在全世界的见闻 所以我就也是在脸书上重新跟他connect起来 那他就请他来分享 然后他就给我们一个题目很有趣 其实他曾经到不同 尤其是欧洲的一些国家 然后做从漫画看报道文学 就是当地的艺术家们或当地的记者 他们怎么样去用漫画的形式来做呈现报道 因为现在就是文字大家其实不是很爱看 可是漫画是大家相对一个历久不刷 而且非常喜欢的主题 所以他就是去收集这些全世界各地非常有趣 用很轻松的漫画 但是讲非常严肃的政治议题这样子的一个系列 然后我们也就请他来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廖云杰人在台湾 我们就是在某一个人的家里 然后用也是视讯的方式跟他面对面 就在透过电视一幕面对面这样聊 对然后后来发现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形式 就是虽然我的所有资源跟人脉都在台湾比较多 可是网路还是让我们可以connect起来 所以我就后来又再邀请 也是我在联合报服务的时候的同事叫做李承宇 他现在是调理台湾这一本 台湾唯一讲厨艺专业杂志的总编辑 然后请他分享一本书叫做鱼翅与花椒 然后后来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 那一年五月我想大家应该印象都还很深刻 就是台湾通过统治婚姻 那成为就是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的国家 那那时候也因为有机会 我在这里认识了台湾驻荷兰代表处的经济组组长 叫沈建一组长 然后他就说他其实一直对哲学很有热忱 他一直对宗教法律哲学非常的有热忱 虽然这个完全不是他的工作内容 那他就说我愿意跟大家来聊一聊说 为什么我们的婚姻是要透过法律来承认 你才好像就是你的婚姻才有了这个价值 为什么两个人能够快快乐乐高高兴兴在一起度过余生 不是也是同样有婚姻的形式跟婚姻的实质吗 那这是一个法律跟哲学上辩证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也是在他家就是有开一个这样的讨论会 但我发觉其实重点都是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吃吃喝喝 然后后来我们也就每一次办的活动当中 我都从这些来参加的人身上看一下说 你有什么可以下一次作为我们分享的主题的人 所以我那时候也认识了那个 就是在这里很资深的翻译者郭腾杰 那他就说因为我就跟他说 其实我还是读比较多台湾的书什么的 那荷兰这边有没有什么书是值得推荐 所以他就推荐了几本专门讲荷兰家庭冲突的书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荷兰家庭呈现的跟我们蛮不一样的 那他们要写屁孩 他们也会把这个小孩写的屁到不行 那要写 但其实我们一直以为荷兰的家长很放任啊 让小孩自由飞 可是其实不是 当小孩闯祸的时候 家长也是极尽人士的要帮小孩擦屁股 然后那种无所不用其极的要维护自己的小孩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比台湾或者是亚洲传统的虎爸虎妈 更是有过之而不及 那我也是透过他的分享 然后从荷兰的小说里就看到了这样子一个新的角度 然后后来就是在参加这次活动的时候 我又认识了下一个讲者叫做李嘉宁 然后嘉宁他在瓦克宁恒那边工作 那大家知道瓦克宁恒是一个农业畜牧的大聚落嘛 那他是一个非常瘦小的台湾女孩 可是却在那里养鸡养牛 那他就是说这个世界对于畜牧业有太多的迷思了 他想要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大家对于现代工业化畜牧业的一些迷思 比方说鸡 我们很常说鸡是会打生长激素的 会打让它长大 或者是让它的鸡翅长得特别庞大 然后你就会在麦当劳里吃到这个好吃的鸡翅 然后其实它的身体不长什么这种 然后网路上就很多很奇怪的迷因图啊 变得很可怕 像是基因改造过后的鸡 然后他就说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 就是如果要把鸡一只一只抓起来打生长激素 这个人工成本跟这个材料的成本 远远不及你就好好把这些鸡养好就好了 然后总之他就是也分享了很多 他在他的职场工作上所看到的这些 民众对于畜牧产业的误解 那他是怎么样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workshop 来破解这些畜牧业的迷思 然后后来 然后我也有一位亲戚 这位郭和杰先生 他是我的仪仗 那他在2019年的时候出了一本书 叫做《易经尊八卦》 是宗教一出版就在那个伯克莱宗教类排行榜拿到第一名 然后我想说天啊 他是我的仪仗 我从来不知道他这么威 然后我就说那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我们就也请他就是来分享了《易经》 就是对就是专门用比较浅显的方式分享《易经》 然后我也在这里认识了另外一位翻译家 然后同时也是心理师 他是中国大陆的朋友叫做李志 他翻译了一本叫做 大家把它比喻为是心灵疗愈圣经的书 叫做《身体从未忘记》 就是可能很多人 他其实在年纪很小的时候 受过了一些挫折 或者是他的行为 其实在幼年的时候比较不正常 然后当他渐渐长大变得很社会化 可是其实他心理上的伤疤 还是会不断的凸显在他跟人交往的这个行为过程当中 那我们这个session非常有趣 我们就是专门找一个非常温馨温暖的场地 然后特别办在晚上 那就让大家来用两个晚上的时间聊聊天 第一个晚上他是分享这一本书 然后第二个晚上就是我们分别分享一下 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过一些什么挫折啊 或你看到了什么别人的什么样的行为反应 是不是反映了他在以前 可能有过一些什么样的人生遭遇 对然后那个讨论就非常的私密 但是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然后我们也就是那天也特别准备很多甜点 让大家就是可以很靠近的一起聚在一起聊一些 你平常可能不太会跟别人聊的话题 对然后2019年底我就也是有点像这一次这样 我就觉得说好像每次都是我在办活动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讲一些什么 那刚好我在这里认识比较多的人都是七年级生 像今天在线上的私有啊 圣文啊 Rachel啊 Wiki 我们大概应该都是七年级生 就刚好是某一个世代 现在就是你可能离开学校已经十年 打拼了有了一些成果 可是某种程度你也面临到很多新的挑战 婚姻啊 家庭啊等等的 对那我们就我就邀了四位 我在这边认识到 我觉得真的是七年级中闪闪发光的人 然后请每个人选一个最能够代表这个世代的关键字 然后我们也是租了一间咖啡厅 然后办了一个叫做七年级生关键字的这个讲座 那每个人都可以分享一下他对七年级这个世代的看法 然后后来因为易经那个讲座就是很热门 那我的仪仗就刚才提到那位易经大师 他就是刚好他也认识一位在荷兰的易经大师 他就说你知道在荷兰其实有一个人专业易经专业的非常透彻吗 他就connect我跟他 所以我就认识了这个在荷兰 然后他他专业易经非常久 可是他他读的懂所有中文 可是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讲 然后我就请他来分享用英文分享易经 所以我们就开了一个英文专场的易经讲座 然后后来也是因为在路特丹生活 然后所以就有认识一位舞蹈治疗师 然后我们在Erasmus 我去租了Erasmus的一间舞蹈教室 然后在那里办了一个dancing therapy这样子 大家就是那次我们就是我们主题就是我们这次不读书 不读任何纸本 我们读你的身体 然后让你透过肢体的律动 然后来了解一下说你的心灵跟你的情绪 然后后来就是新冠肺炎就爆发了嘛 那我们就不能够再办任何的线下活动了 所以一瞬间所有的东西通通都要改到线上 那这张照片就是最后面最右手边那一张 就是也是我在这边认识一位香港的食物设计师 他就是读Anne Hoven的那个艺术学院 专门就念食物设计这一个主题 那他的整个制作的project就是在讲一头牛 然后他就他就分享说他怎么透过食物设计的方式 让人去看到说就是工业化的畜牧业里面牛被对待 比方说就是像我们可能不见得知道 乳牛畜牧业公牛跟母牛比例是严重失衡的 大概是9比1就是母牛 因为母牛是比较有价值的经济作物 它可以产奶啊什么的 那所以就是透过人的这种人工介入的方式 让性别比例母牛的出生率大大的增高 那这个就是完全已经去颠倒了自然的结果嘛 那他就是用艺术设计的这个手法 然后去呈现了这一些在畜牧业当中很歪曲的 也不是歪曲就是被人工所干扰的一些情形 这样子然后他也自己去养了一只牛 然后用这五年的时间把这只牛养大观察他 甚至最后就是那只牛叫做罗米 那罗米当然也逃不过最后要被屠宰的命运 那他就罗米后来就被屠宰了 然后他还把罗米做成香肠 然后他也送了我一根罗米的香肠 对然后所以后来所有的活动都到了线上 但是线上我还是有机会持续的一直在认识新的朋友 那那时候也办了一个刚好我有一个同学 他就是其实他那时候正在全世界旅行 在柬埔寨的时候也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然后他的环球旅行就中断 那我就说那就请你来讲一下你这个当时像是 像是这种阿云霄飞车一样的这种可怕又不确定 非常不安的经验 对然后所以他也就分享了他的这个 原本已经计划好一整年的环球大冒险 如何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就中断完全不能实现 那种我觉得那种梦想突然间被打断的情绪 是是非常非常深刻 就一方面很为他感到可惜 但同时间也觉得他能够用这么理智 这么平和情绪来处理当下所种种发生的不确定 也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 对然后也后来也因为后来也发现说 大家好像都各自在家有很多的兴趣跟嗜好 我也认识了就是那个Stompard的会长Grace 那Grace他就说那他可以分享一下他的这种花道产物 所以他也分享了一个专门他就是怎么样去研修 这个这一门花道艺术的几十年的心得 然后我觉得真的就像是在串种子一样 当你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资源 或者是人来到你的身边 那有一天我就是突然收到了一个私讯 是一位我不认识的朋友 他就说他的老公在那个Lydon的自然研究中心做研究员 就专门研究史前史 然后他希望可以在快自共和国分享 我就说当然好啊 还是有什么问题 然后所以他也就特别开了一个讲史前的恐龙跟化学 就这个是我以前完全不会接触到的议题 那也因为有这个ban 所以他就分享一个这么有趣的议题 然后甚至还讲一下说 他们怎么样透过现代化的科技 然后去了解史前时代 其实恐龙有没有传染病 就是有没有像新冠这样子的一个疑众疾病 然后是在恐龙史前时代会发生的这样子 就也非常有意思 然后我们也请了我的同学Yasper 他做了一个分享荷兰历史 对 然后同时对 然后也有那个郁佳 也是我们一次的分享人 他就分享了那个创作奇遇记 分享了插画 然后还带大家动手做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一个一个session 这样 然后我们也是分了两次 来让大家一边听郁佳的这个创作历程 跟他成长的经历 怎么样带领他走到现在 做平面设计还有插画 然后建立自己的品牌 小怪兽品牌 然后同时间他也让用大家 带大家用拼贴的方式 做一些简单的创作 然后疫情期间我也举办了那个 用我爸的名字办了一个奖学金 那就是那时候也请了 就是现在这个台中捷运的董事长 然后来给大家一个talk 那就是也是鼓励一下大家说 在疫情期间 其实虽然你会有很多梦想 或者是你想做的事情中断 但是其实如果你能够坚持下去 疫情会过去 但人会留下来 然后我们也曾经邀请 就是翻译哑目的诗的 这个荷兰语者叫做Sylvia 然后跟何事生非的编辑 黄佑佳做一个对谈 那诗友也在 对就是 然后我们用线上用荷兰文 跟中文读药木的诗 我觉得那个情景实在是太梦幻了 就是荷兰文读药木的诗 然后荷兰人读台湾的诗人的创作 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 让大家可以在线上 有这些聚在一起的机会 真的不会想到 然后我们也有 反正我那时候就是真的是一直在想 有什么话题我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只要是能够把大家聚在一起都好 而且我也不会管说 到底有多少人来参加 反正既然现在是线上了 就不会有任何的限制 你爱来就来 那你无论人在哪都有机会 透过网路可以参加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尽情的想各种题目 那我那时候去年底也想了一个题目 就是用台语聊TED 也是刚好我在跟某一个同学聊天的时候 就说我好像很久来荷兰的时候 我台语大退步 再也没有机会讲台语了 然后他就说那我们来讲讲台语好了 但是就是大家尬聊 又觉得特别尴尬 你就不知道聊什么 然后台语都已经有点破 所以我那时候还请了我妈 就是在线上跟我们这些台语已经不吝顿的人 然后他就是会跟我们说 这个台语怎么说 是要是安全安全什么这样子 对然后也很谢谢石油有参加 石油获得了我们这个七年级生 台语讲最好的代表的头衔 对然后总之我们就是办过各式各样的活动 我也就是请了我的英文佳佳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一本书叫做巨人的工具 然后圣诞节的时候 我就是圣诞节那一天 我就是也是找了一些 因为我的工作刚才是有介绍 我是企业沟通顾问 但我的一个很大的project 就是employee engagement 所以我要一直想各种方式 让员工对这间公司很有认同 或者是很有那种belongingness 就是他们属于公司 是公司骄傲的一份子 那就是透过办各种线上跟线下的活动 来持续的engage大家 那我那时候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软体 就是线上discord 是荷兰人发明的 就是也是透过这种线上 然后他就会播音乐 然后就要整边摆动你的身体 那线上可能同时间有十个人 可是他会放五首不一样的歌 然后你只能听得到你自己的歌 然后你就摆来摆去 然后你看其他荧幕上的谁 跟你摆动的姿势节奏最像 然后你就要赶快跟他配对 然后配对成功配对了 你们就是那一场discord的冠军 其他人都是分别听到不同的音乐 然后就觉得这个团体 真的也是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才会被开发出来 不然以前大家要跳舞 就真的去discord跳舞 就不会用这种线上 好像很自己尬舞的这种形式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有这里的电量 那里的光是请 也是一位在人在荷兰的台湾女生 她写了一本诗集 讲她去中亚旅行的经验 然后我也认识了在这边的一位主厨 叫做Nail 她是土耳其人 然后她也是带大家在线上做一道菜 然后总之就是各式各样的活动 然后我也是不断的绞尽脑汁去想说 到底谁还是可以来分享 谁有什么 然后这种不耻 不厚着脸皮去拜托人家说 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嘛 这样子 那这边每个人都是 我透过线上或线下的链接 谁的谁的谁 然后链接到的朋友 那很多人其实也就是分享一次之后 就没有再持续的深交 那有些人也就是会变成一个很好的朋友 这样子 对 然后 然后 筷子还做过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情 是去年3月16号开始封城 然后 那时候大家心情都非常的惊慌 不知道这样封城的状态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就每个晚上花半个小时来跟大家聊聊天好了 不只是我陪伴大家 同时大家也陪伴我 对 那我也感受到每天都有人来跟我讲讲话 会让我自己的情绪好很多 所以我就想了一个特别企划是 就是每天晚上聊一部有病的电影 那我们就聊了各式各样 真的大家对于病的定义也是非常多元 然后我们有聊什么肩动症啊 然后又聊什么心脏病啊 癌症啊 各种有关的电影 那这个是那个于宗翰我想线上也很多人认识他 他就聊性成因 他就是 就很像于宗翰会聊的电影这样子 他就聊性爱成因的女人这部电影 但是他把他讲的还是蛮专业的 所以我是非常佩服那个于宗翰和Jack 他可以就是用这么专业理性的角度 看性成因这件事情 对 然后我觉得其实真的大概这样走来也三年了 我们新冠带给筷子非常多的改变 我们本来很多的线下变成线上 那他有好处嘛 他就变得风雨无阻 然后你甚至你起床不用换衣服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 然后也从以前是可能只有在荷兰的朋友有机会参加 现在真的是来自全世界各地 特别是 入灯出就只需要按一颗键头 就少了很多我们以前办完活动 然后可能还会一起去喝一杯的这种感觉 又不容易建立起真正交朋友的连结 然后活动的时间其实以前大概两三个小时 大家都还觉得就是很high 可是现在大概一个小时就已经开始觉得做不住分心 或者是倒水啊 关萤幕啊 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网路的品质也真的是会大大的影响我们办活动的品质 常常上线哈喽半天都听不见 然后或者是我们分享萤幕 有人就说我看不见你的萤幕啊什么的 然后或者是明明我觉得所有的setting都没有问题 但有人就是说我就是灯不进 为什么呢 到底是要用手机版还是网页版 我到底是不是要下载一个新的APP这样子 然后各式各样这种科技的技术困难 我觉得都让我们的活动多了很多新的挑战 好 然后我希望大家都还在 这是我对于筷子过去办的活动的分享 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来做一个小题目这样子 大家还在吗 我希望 希望大家都还在 大家可以再回到这个mentimeter吗 我们可能要再介绍一次让新加入的人知道这个东西 好的 好不好 那我回到这个页面 这样看得到吗 就是如果有新加入的伙伴 对啊 欢迎你们 就谢谢你们加入 然后希望你们拿能手机 然后扫这个萤幕上面的QR Code 那就会来到一个叫做mentimeter的网页 那就可以就是互动答题 就会让今天活动比较有趣 好 那我就回到这个的萤幕上 好 这个 好 大家可以看得到吗 咦 刚才文字语那一题 就是大家那一题文字语那个是不小心多按的一张slide 大家可以跳过随便 然后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得到现在在萤幕上的这一个 我想问大家 就是新冠疫情期间让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需要好多能力 然后呢 如果今天你可以吃一颗恶魔果实 瞬间拥有某一种超能力的话 哪会是什么 比方说瞬间可以可以瞬间移动 对 或者是不会变胖 之类的 可以吗 大家可以看得到吗 想要汇几十种语言 开花果实 讲荷兰语 一天变48小时 诶 可是其实已经很多时间在家了 我反而觉得省很多时间 准时起床 对 准时起床 好像真的在家都很容易赖床 睡过头 嗯 尤其冬天 我想问一下开花果实是谁写的啊 你愿意分享一下为什么是开花果实 是我写的 只要有看海贼王才知道开花果实是什么 哈哈 那你可以说一下他 是那个罗冰的 他就是在可以在哪个地方长出手 呃 然后这些手呢还可以变大 然后所以他也可能 你如果想要瞬间移动 你就可以把他变成翅膀 他就把所有的手叠在一起 就很好很好 非常好用的一个技能 你要拿什么东西就是 这边长出手就全部就丢过来了 哈哈哈 那你想要这种能力的原因是什么 我纯粹觉得就是很便利 就是不管是疫情前面疫情后面 就是我已经想这个果实了 想一阵子了 哈哈哈 有一个 就是你要拿什么东西 你不用人不用走过去 他就可以自己长出来 你出去遇到小偷你也不害怕 因为你就是可以马上偷回来 哈哈哈 哎 好像是 可是你还要有意识到 你的东西被偷了 然后 是啦 才可以长一个手把拿回来 对 哦 好哦 对对 我觉得这是 《采贼王》你很让人羡慕的技能 对 瞬间移动小叮噹的任意门 好 好有趣哦 对 好 那我们再进到下一题 谢谢 然后 过去一年多来 你在这些方面给自己打几分 他好像是可以拉动 就是一到五分这样子 你觉得你的健康啊 心情啊 跟人际关系 因为大家都好正向哦 嗯 好像健康都还蛮好的 然后心情 比较低落一点 人际关系就好像差不多中间 对啊 那我可以请 请请 请请 有没有人愿意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你有哪一个 你觉得好像跟大家不太一样 或是特别像的 可以分享一下吗 嗯 也许Ritual 就你们家 一家三口 所以 也许可以分享一下 你看到 这个图 跟你自己的经验 嗯 我打的健康是五分 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么长 在家自己煮饭 然后这么少吃外食 就觉得瞬间 嗯 疫情期间 哦 还瘦了好几公斤 就没有运动 可是还是会瘦 就已经变成一个不同的生活习惯了 心情的话 我也是打五分 因为我觉得 其实可以让 一直慢下来 然后花很多时间跟自己最亲近的人相处 其实一辈子应该也没有这么多 可能也没有再更多次 希望不要有了 被强制 让你可以好好跟身边的家人啊 亲近人相处的经验 所以说我觉得心情上 就各方面都会比较稳定一点 我也是打五分 人际关系我打了一分 因为去年也是我最少参加活动 和出去出去逛的日子 所以我觉得人际关系我们是去年最少的 然后就是最少的 我们是这么重心会摆在不同的地方 可能说一天的二十小时就是有限吧 所以我刚刚是写 我希望可以一天有四十八小时 好像每个妈妈 家长都会希望四十八小时 二十八二十小时吗 二十小时可以睡觉和做自己的事 这样多好啊 真的 谢谢Rachel 你说 不好意思刚才最后一句我没有听清楚 她说过去年的打分我觉得还蛮极端的 就要不是五 要不就是一 这是我去年打的分数 谢谢谢谢Rachel 那还有没有 对我想说可以带谁也可以分享一下 像我刚刚加入的伙伴 或者是你看到跟听到Rachel的分享 或者是你自己觉得 就是跟看到大家大数据 跟你自己的想法 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的 没有吗 那不用害羞 我们后面还有题目 我们就继续下去 因为时间也不多 对啊 那我就继续把它继续 好 然后 那现在可以回来看得到我的简报吗 可以吗 应该可以 没有说不可以 我就当成可以了 可以可以 可以 好 好 然后对 那所以就是 我自己一直有过去有一个感悟 就是像是我觉得私有啊 然后演挺啊 大家都是好有才华的人 那就是有这么多音乐的能量 艺术的能量 或者是在不同领域的能量 那我自己真的能做的事情就很有限 我就看不到自己是一个有什么才能的人 那我能做的大概就是能够去串起大家 然后无论是透过线上的方式或线下的方式 那我就是尽力的就是去问说 那你就能不能分享啊 那你能不能够分享一些什么啊 然后帮这一些 我在我的眼中看起来散散发光的人 去想一下说 他们有什么事情是值得跟大家分享 然后别人可以从他们的分享中 获得一些什么样子有价值的东西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 嗯其实就是我不是那个很可口的仲值 就是端午节大家不会想到你 永远挑不起这个南北仲的战争 但是你就是当一个能够去串起大家 然后让这件事情发生的那个仲值头 对所以就是对 无论是两个人他在哪里说话 中间都需要这个线嘛 那我觉得在这个年代 做这条线去串大家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自己还有一个心得 就是不要怕去reach out 因为我也可以感觉到 很多人说就觉得说 我不想麻烦别人啊 或者是对我就静静的 这样子做好自己就好了 可是就像是我们的手机 我们每个人只要看到这个对话讯息 有一个红点点 就会很想要去打开它 然后去看说 哎有什么事情发生 是谁想联络我 是谁想要告诉我什么事情 那个红点点其实就是代表了一种关注 那我们在这个年代 其实真的就是很需要关注 然后很希望别人关注到我们 但同时间你要得到别人关注 也要去关注别人 所以就是这种 无论是在线上或线下的形式 给彼此关注 给彼此能量 然后听听别人说什么 我觉得它都还是在持续的创造交流当中 都是一个很好的收获 然后我前几天也是听了一个TED talk 他这位是好像是目前TED最年轻的讲者 他是一个只有七岁的妹妹 然后他就讲说 其实对待小孩子 你就是要去connecting 然后要talking 要playing 然后要有一个健康的家庭 a healthy home 还有community 为他建立一个社群 让他感受到这个安全感 那我后来想一想说 我发现并不是只有小孩子需要这一些元素 我们是大人 可是我们也很需要这些元素 甚至不见得是在新冠肺炎的疫情当中 反而是因为新冠让我们大家只能待在家里 所以创造连接比较少了 会突然间觉得你好像少了很多关注 玩或说话的机会 但是这些无论是对大人或对小孩 我觉得都很受用 都还是要主动去connecting talking playing 然后建立一个安全跟健康的家 还有你属于你自己的社群 所以这些大概就是筷子共和国 我这样子三年下来 然后一直 其实我也没有想要把它变得很大 或者是说要有一个团队 或是为他打造什么商业模式 就是完全没有 纯粹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兴趣 可是我真的是很开心 可以看到有这么多的火花持续的在发生 那大家能够持续的在不同的平台上去创造 属于的连接 跟得到你想要的归属感 所以就是也真的很开心 今天就是台合一集的邀请 然后可以分享 然后反正不同的平台之间都有一些交流的可能性 然后可以共同一起创造一些什么样新的火花的机会 好然后所以我有一个最后一题 我们可以再回到刚才的这一个QR Code 就是你可以再重新再扫一次 或者是说其实好像刚才的那个 如果你的手机没有离开 你只要再往下按 它就会出现 然后大家可以跳过这个WordCloud这一题 这就是我中间只是插一个分页 对不用理他 然后到下一题 这什么 什么鬼 对好 这是最后一题了 然后因为快智共和国毕竟还是一个以读书会起家的组织 那我还是想要问大家很老梗的一题 就是如果今天你漂流到一个荒岛上一年 就像过去的这一年 我们大家就活在一个荒岛上 然后你可以带一本书 你只能带一本书 那你会最想带一本什么书呢 字典 是因为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吗 还有还有谁 那我也打一个好了 电子书 作弊会打 自己知道 真的还是可以一直买书 旅游书 旅游书 可是可是那一年可能就无法旅游 就只能那个看旅游书流口水 这样 还有吗 没有了 好哦 好 我可以问一下字典是谁吗 可能是室友 我是旅游书 是旅游书 那字典是谁的回答 我也有写字典 所以字典是两个人吗 因为他有两个 我以为是重复暗道 有可能是两个人回答 可以分享一下 为什么要带字典吗 是因为要背单字吗 是惠宇吗 不好意思 还是宇甲 我另外一个人是谁 我看不到名字 我等一下 严廷先分享 好哦 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有带线吗 还是那个麦克风打不开 因为我们听不到 我听得到哦 我听得到哦 我也 那我听不到哎 你会不会 你可以调一下 那个严廷那边的那个麦克风 你如果点他的那个 你从名单点严廷右键的话 就可以调 右键对 那我听不到严廷讲话 那还是 那没关系 严廷你继续 然后如果你结束的话 你跟我打个pass 这样子好了 刚刚说有字典的话 可以写歌 写歌的时候可以 就是找一下 更精准的字 是这样吗 然后我选字典 是因为无聊的时候 才会想背单字 然后想说如果在荒岛上 就真的时间太多的话 真的就是背单字会变成 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 也比较有动力去做 所以我选了 背单字带字典 有字一统 那你是想要哪一种语言的字典 和音吧 和音 哦 就可以一次 是增进两种语言的能力这样 对耶 因为我觉得字典是一个好选择 就是它的应用范围很广 对啊 好哦 谢谢严廷 谢谢惠宇 好 那其实这也就是我的简报最后了 就是最后 用这个老梗的一题 但是我还是每一次都特别喜欢 跟大家聊一聊 你喜欢什么书 然后哪一本书是会让你觉得 能够陪伴你最久 在你尤其是不能够跟外界有很多连结的时候 它能够带给你 多一点点的启发的这样子一个人生书单 对啊 这还是我 对我觉得 今天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然后谢谢大家愿意认识筷子 然后以后也可以持续参加我们的活动 还有台合一级的活动 好 施永 那我就把那个麦克风交还给你 好 谢谢温璇 其实 对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是 我自己就是做一个分享 做节也可以 那OK 那如果 嗯 好 呃 我其实觉得就是这一类就是 线上活动啊 或者是社群的经营 真的 呃 比我意想 之 意料之中的有趣的多 那也是因为 新冠疫情的关系 那可能 呃 跟延婷 做了这个 呃 Pent Online的线上平台 然后也参加了其他 就是社群的线上聚会 然后我就觉得就像韦璇说的一样 就是这些连结其实 会带出一些 呃 意想不到的 事件 然后你也不会去 预想说这些事件会怎么发展 例如呢 就是呃 像我 我参加那个阳目 议者的那次的分享嘛 那我后来有得到这个试景 对不对 然后我就 一本一本读读读读读 读到其中有一个常识 但是我就觉得啊这真的很有趣 就是他其实是在写 呃 那个时候就是 荷兰人跟郑成功的战争 呃 那他把它写成就是一个男生 和一个女生 然后所以他是有一点点就是性别不对等 或者是对等或不对等的那种 那种议题 那我就后来就想说 我就把这个就是写成一个企划案 然后现在其实已经在进行了 我就觉得说 诶这个是呃 真的是蛮有趣的 呃 然后例如说我之前 对啊 然后我我我一直以来就我在做就是诗还有音乐的这个关系 那呃 也因为就是这个Ped Online的关系就是我呃 也认识 认识盐庭 然后知道说诶谁跟的盐庭 谁谁帮盐庭 也有一个那个住在路特丹的四亿 他之前帮盐庭设计唱片封面 然后我也有去看到四亿他的艺术家的作品 他是把一些中文的文字 然后把它 嗯 也可以说抽象化也可以 也可以把它说 就是以文字为灵感 然后做一些 那叫什么啊 我不知道怎么说 工艺类的呃 艺术品吗 盐庭你应该 你应该 你有看过他的赞 应该比较懂 然后 嗯 然后我就觉得 他这样子的感知方式 跟我的作品很像 所以我就也请他来做 就是我的封片 我下一张的唱片封面之类的 那又例如说 就是上 好像前几周 有音乐会 然后临时就是 找不到摄影师 然后 盛文就是 因为他以前是摄影社了 他就临时就来支援我 就是 你就是可以找到很多朋友 就是在 对的时候 就是神气的都出现 我觉得 很有趣 认同认同 嗯 真的我觉得就是线上的活动 不一定是线上 反正真的就是会 因为不断的reach out 然后创造这些连结 然后有很多新的机会会发生 而且这些机会都会在不经营的过程中 想 就是回馈到自己的身上 而且我觉得伟璇你有一点就是 我自己不太认同 因为你说你觉得你没有什么才华 可是这个是一个很 这个这些沟通能力 我觉得是一个很惊人的才华 而且是很多人就是会没有的 对我来说 感谢 对啊 但他无法量化 或是他不是一种表现形式 他可能就是只能在无形的过程当中 对啊 讲话啊 接触啊 这样子 对 嘿伟璇 我觉得你还蛮会写文章的 写文章也是一个 也是另外一个能力啊 不只是communication 我觉得你这两块都做得蛮棒的 这样 对 谢谢 谢谢余嘉 嗯 我也觉得 可是他 我觉得写作又更需要花 花能力去经营 就是要持续不断的写 然后要一直打磨自己的那个语言技巧 对啊 然后因为如果现在想要多学英文或荷兰文 然后就会觉得中文好像就是 哎就战线一次不能开太多 对但我觉得确实写东西还是一个 嗯 就是很好的工具 然后需要一直去深化它 嗯 还有人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 呃 那就是很谢谢 大家今天就是来参加 呃 呃 尾玄的分享 那我们下一次台合一级的呃活动 呃 好像还没有说会在九月几号对不对 但是我自己觉得也是一个挺很有趣的活动 他是呃我们请到那个III组织里面呃专门负责PR 就是POP的人他叫做云里 然后他来帮呃我们艺术家一起讨论 我们在就是呃在讨论艺术行销写作的部分 就是包括我们个人简历啊或者是CV啊等等 就是应该怎么写 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像是我们艺术家的职场 就是职场技能这样子啦 就是尾玄也做过类似的分享在另外一个平台 然后我之前也全部就是听过一次 我觉得非常有趣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一类的议题有兴趣的话 就是下一次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页面 我们也会尽快的公布消息 嗯那今天就谢谢大家咯 想留下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的参加